古早味砂糖蛋糕卷 這樣是古早味喔 真的沒有太多的繁複的做法 一切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料理 123 我是Max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很簡單的網美甜點 古早味砂糖蛋糕卷 古早味聽起來好像沒有很網美喔 沒有沒有 這組很好吃 所以我們添加了一點現在網美會喜歡的 抹茶的元素 把古早跟現在的創意做一個融合 所以我們做一個 抹茶口味的砂糖蛋糕卷 古早聽說只要10分鐘 加一加打一打口一口結束 是的 全蛋的部分呢 先把它稍微的 泡一下下熱水 當然我們裡面的蛋大概達到30幾 40幾度 這時候蛋不會熟 但是我們它比較好打發 我以為是比較冰的蛋比較好打發 我們先用全蛋打發 所以溫度要比較高 所以是蛋白的話就要比較低 對 這裡我們有225克的蛋 然後我們就 先加1 3分之1的糖 然後慢慢的打發它 糖稍稍的融化之後 我們就分個兩三次一下 這道菜啊你要一口氣全下也是可以 可能有時候全下我怕糖的密度比較高 我們會比較不好操作 整個的打發時間大概是約5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就這樣子 整個的顏色對比其實出來 我們的蛋黃糊裡面已經 充滿了空氣 我們就這樣稍微拉起來 你看流速流的很緩慢喔 剩一點點的時候大概停個1、2秒 打到像這樣子的程度 這樣就好了 接著很簡單 加入過篩的滴粉 然後就慢慢的把它拌圓 這基本上也不會用器具 既然是古早味喔 我們真的沒有太多的繁複的做法 一切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 樸實無華的網美 這樣是古早味喔 真的沒有太多的繁複的做法 一切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 因為它的粉會沉底喔 所以在拌的時候 你一定要從底部這樣子撈起來拌 都已經整個拌勻 然後麵糊是滑順的 接著把奶水加入抹茶粉 先把它拌均勻 茶一定要跟液體先拌勻 它那個茶香才會比較容易出來 整個拌完就是這樣子一個 紅鬆漂亮的麵糊 我們就可以入爐做烤焙囉 先倒在中間 均勻的大概約一兩公分 我們不用特別的硬去敲 或者是硬去刮喔 四個角的部分倒是要注意一下下 角通常會比較薄一點點 所以我們角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要稍稍的下去補強它一下下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入爐進行烤焙囉 好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出 你看看多漂亮 好遠耶 對啊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捲囉 這樣子一個非常簡單的古早味 砂糖蛋糕捲 我們就完成了 今天家的創意是一點點的抹茶 讓它變成抹茶口味的砂糖蛋糕捲 那你要吃這一口嗎 我剛剛已經偷吃了兩塊 這道菜呢 記得喔 我們要吃之前再沾砂糖 因為沾久了之後它會變得比較濕潤 砂糖脆脆的口感就沒有了 千萬不要認為這道很甜 我覺得味道其實剛剛好了 非常的成功 而且很好吃 重點是我們只要烤7到10分鐘 一定會好 好不好 一定要回家做一下喔 掰掰